各位观众您好,今天的每日一字为您介绍的是一个辣字,辣字的国语主音是勒阿辣,四声辣。 辣是一种油脂,它的来源很多,从风房中取出来的风辣是黄色的,称为黄辣,又有用辣虫的粘液做成的叫虫白辣, 产于四川贵州等省,另外还有木辣、精辣等等。 而目前的辣也是石油化学工业的副产品之一,因为产量增加了,可以制成很多的东西, 如蜡烛、蜡笔、蜡纸、蜡像等等,用途极为广泛。 蜡烛又名蜡锯,不仅是高级的照明材料,也是诗人吟诗的对象。 如杜木的赠别诗,蜡烛有心还席别,替人垂泪到天明。 还有李商尹的诗,春蝉到死,丝放尽,蜡锯成灰,泪屎干。 谈到了蜡字,就会令人想起一首很受人喜欢的歌,踏雪寻梅。 歌词是这样的,雪地天晴朗,蜡梅处处香,骑驴霸桥过,铃儿响叮当。 这里所说的蜡梅,是属于蜡梅科的落叶灌木,高约三公尺,夜城煎卵形,在冬天蜡月开花。 花的外层是黄色,内层略带紫色。 根据范城大的梅谱记载,蜡梅并非梅类,可知只是它的花香类似梅花,而花瓣像涂过蜡似的,所以叫做蜡梅。 但是我们的国花梅花,则属蔷维科,为落叶桥木,高约七八公尺,夜为尖朵圆形,夜边有尺。 初春先开花,再长叶子,花有五瓣或虫瓣,并有红白两种颜色。 它的果实就是梅子,是做蜜垫的原料。 由于两者科别不同,所以蜡梅并不是国花的梅花,这一点必须要有所认识。 要注意的是,蜡梅的蜡字,很多人把它写成了这样的蜡字。 大概是认为蜡梅是在蜡月开花的缘故吧,就认为蜡梅是这样写成的蜡梅了,其实这是不正确的。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,有人把蜡字简写成这样的蜡字,这也是不妥当的。 蜡这个字是周代年终的祭典,如炸季。 还有,蜡这个字的右偏旁中间的一横是不可少的,总共是二十一笔,而不是二十笔的蜡。 所以在写的时候,也请您要特别的注意。 今天的美食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里,谢谢您的收看。